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鄺保元醫生前排在Facebook轉載了一封公開信 這封公開信是相當特別的 它是由哪些人寫的呢? 原來是一群在荔枝角收押所的書 寫出來給香港人的一封公開信 非常值得和大家分享 這封信是這樣寫的 它就說 我們是一眾正在荔枝角收押所的被捕抗爭者 縱然在不同的囚室當中身陷牢獄 幾乎與世隔絕 但是我們的心和外界的手足其實是相連的 從被捕那一刻開始 我們就知道將會失去幾年 甚至乎十年的青春和自由 在這個牢獄當中 日子雖然是艱苦 但是所作之舉 依然是無怨無悔 因為這個乃是意之所指 與有榮焉 能夠在自己的家園 為民主和自由盡一分力 個人的成敗得失 早就拋諸腦後 但是面對哭成類人的家人 憂心忡忡的朋友 頓感無地自容 萬分愧疚 在禮之國每日都上演著不同的故事 有人面臨著失去做教師的夢想 有人在探訪室隔著鐵籠求婚 有人錯失了自己的兒子出生的一刻 漫漫長夜輾轉難眠 思水起伏 北風呼嘯而進 漸各枕邊良次眠 更不敢想像 肯逼屋的年輕一輩手足 相比荔枝國 他們面對的更是百倍的監管 幾近奴獄的痛苦日子 在監獄當中 盡是不可做的事 看著電視機的畫面 報紙上的新聞 每每關於運動和局勢的發展 尤其是在中大和理大事件的戰役 只能握著拳頭 但無能為力 圍著在外邊的手足擔憂 無力感突然湧上心頭 儘管這樣也好 我們仍然是有可做的事 也是唯一可以盡的勉力 就是為區議會選舉 投下了希望的一票 看著手足們 一票不投建制派 全部的席位我立了 看你政府怎樣拆這台戲 面上掛著苟未見的笑容 彷彿忘記了這些日子的痛苦 而今屆區議會選舉的結果 民主派得到史無前例八成半的議席 實在使得我們感到十分振奮 亦都是被置身於茫茫大海的我們 看到救命的奴偉 就是去信民主派議員要求聯署 藉著這個機會給予一種被捕人士實質的幫助 不論是在個人判刑上 還是在家人的各種協助 亦都請大家積極地去做陪審團 幫助被捕的議事 我們只是想希望盡快回復自由 和所珍惜的人團聚 再次在民主路上 好像手足們一樣共同進退 縱然機會是渺茫 但正如電影《月黑高飛》的主角所說 Hope is a good thing May be the best thing in the world 祝緊希望 願榮光歸香港 一眾被捕的抗爭者 寫於2019年11月27日 這封信說了幾件事 他都說了關於區選的事 第一 其實投票真的不是沒用的 事前有很多人說白票論 廢票論 一會又說只是投對家 這些全部都是bullshit 有一個說話是怎樣說的 物以善小而不為 物以惡小而為之 為言為德 能復於人 對不對 你不能叫別人投對家 或者投白票 投廢票 這些全部都是垃圾 你看看這些被捕的抗爭者 他們在這個奴獄當中 依然抓住他們的選舉權 他們其實還有投票 只要他們跟懲教主任說 要求那天去投票 其實就有投票 何況在自由世界的我們 我們怎麼能夠 自己去剝奪自己的投票權 唯一我們能夠行使民主的 就是這個投票權 沒有的 區選和立法會選舉沒有的 所以我們一定是要砸緊收上的一票 也是這次的選舉 其實就已經賦予了一個新的意義 就是一個公民的投票 對不對 其實就是一個黃藍的對決 對不對 在這個選舉結果出來之後 全球的外媒都當了這次是一個referendum 那就已經不用說話了 正正就是一個公投 幸好大家只有投票 那些白票率和廢票率 就算是少了 那就非常好 就做對了事了 我們是 第二件事就是身處在自由的世界 但是我們就可以擴闊一下想像空間 雖然這些詞彙比較左膠一些 但是也是值得去做的 比如說 做一些在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前提打下去做 對不對 這個參與的門檻就最低了 每一個人也做得到 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那些經濟的攬炒 幫襯黃店 和理shop window shopping 這些事情 其實全部都是合法的 對不對 就不是違法行為 這些事情每一個人都做到的 無論是男女老友都做到的 那就大家嘗試在這些方面出發 這些參與門檻又低 普通街坊都做到的了 就是看看有沒有心做的 比如說你走進一些藍店 你不走進去 去光顧你店行店 就已經是做了事了 那些參與的門檻是非常之低的 每一個人都可以做的 而且是做得到的 是不是 好了 這一封的公開信就講完了 那我想講一下另一件消息 是關於周梓樂同學的 其實就有不少市民 在將軍澳上德川停車場外邊 自發悼念周同學 設了一些祭壇 但是呢 這個祭壇竟然在昨天 被人清走了 後任區議員引述街坊消息所說 在昨天大約十點鐘左右 目擊到有十多名軍裝警員 以及六名路政署的職員 去到這個停車場外邊 拆走了祭壇 根據後任區議員李家瑞所說 他說那邊的街坊 其實都有不同政見的人士行經 這麼多日以來都沒有人去破壞過 但是呢 就在兩個禮拜之前 這位李家瑞後任區議員 就見過親眼目擊 有些防暴警察在清理路障的時候 用腳踢走了在停車場外邊 用磚頭所製成的祭壇 他就認為警察當時把祭壇當成路障 一拼來清除 這件事就是非常離譜 你為什麼要清除這些祭壇呢 法例不外乎人情 你現在正在執法 你很厲害了 那裡的確不應該放些東西在這裡 對你對你 這個法例所要求的東西 但是你是不合情理 為什麼你每每做這些事情 就是要與民為敵 明天都出笨 這些人要不要做到這麼折朵 你這些人 要清什麼 有什麼要清呢 有人能夠踢腳嗎 有人投訴嗎 不會有人投訴 這麼折朵 你真的要清什麼呢 連這樣的一個小小的祭壇 市民只不過是放些花 在這裡 點一下蠟燭 砍磚頭在這裡做什麼 就是怕蠟燭被大風吹到 然後吹息了 是不是 有什麼問題 這些事情 你都看不過眼 你也要去清除它 你忍著折腹 十幾人去做 還要 警察是不是有AOT 要不要十幾個軍裝警員去做 當這些是路障 你不如出來解釋一下 是不是 連這麼少的事情都包容不了 然後你就說 跟市民要對話 你怎麼對話 有什麼對話空間 是不是 林鄭不用開對話會 收檔 連這麼少的事情都包容不了 就是要去執法 是啊 你們是最厲害的 繼續挑起民怨 而在這個祭壇當中 其實有一篇 就是周梓樂的媽媽寫給她的一篇道文 那這篇是怎麼寫的呢 就是這樣說的 她說 兒子 你很勇敢 媽媽也要流方萬世 不要流淚 死並不可怕 天堂再見 母親一拜 這就是周梓樂的媽媽寫的一篇道詞 你這樣就算撕走了她 是不是 你清除了這個祭壇 你清不到人心 這些人 我覺得是會折蕩的 老實說 如果是你 如果是你的兒子 你會不會做得出這些行為 清什麼呢 有什麼好清呢 明天人家都出笨了 你就等他遲些 過了一兩個星期的時候 慢慢再去清理 不需要這麼急於一時 現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還要做這些行為 激發民怨 激發民憤 你在做什麼呢 對不對 明天周梓樂同學 有個追悼會 在大圍的寶福紀念館 在下午5點到晚上8點 希望周梓樂同學 主懷安息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